好不容易安抚下金宗主 蓝西尘又特地寻了蓝旺基 旺基 你今日对金宗主的态度未免太过 若实在不愿 婉言谢绝便是 先都竞选在即 焉知他们到时会不会合起伙来对付姑苏蓝氏 姑苏蓝氏要入这杀伐局 就注定无法左右逢源 既然得了云梦卫士助力 便不能再幻想拉拢蓝灵金氏 义兄 古往今来 脚踏两传者 无不覆没 说了这么多 其实你是为了卫英吧 旺基 今日可是冲官一怒为蓝言啊 可知已引来多少芳心暗动 与我何干 蓝旺基转身走了 还是与他不同 形势太过冲动 蓝西尘看着他挺直的背影 微微一笑 蓝旺基当然知道得罪金宗主是范蠢 可挑拨蓝氏和金氏的关系 本就是他最终目的 他回云身 可不是为了做另一个蓝战 做一个乖顺老实的提现傀儡 若想得到蓝氏 把他捏在手心 就得先把他原有的势力打压削弱 再重组 只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姑苏蓝氏 才是他想要的 你带我出来做什么 我又看不见 卫英被蓝战神神秘秘地带出来时 有些迷惑 夫人方才不是说全听夫君安排吗 无需多问 待会儿就知道了 蓝战抱着他遇见凌空 爸 他今日的尽心维护 自己那时有感动 一有难以自欺的心动 便勇敢一回吧 或许阿黎说得对 他对我是有几分喜欢的 自己也该尝试着往前走一步 细数蓝战夜列回来后的点点滴滴 明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两人的亲密却比过去的两年还多得多 卫英被斗篷包着 只听到速速风声在耳边划过 不觉又靠近蓝战胸膛几分 他虽然看不见 但能感觉出来 这是个温柔的月夜 摸摸他 蓝望鸡握着卫英的手 轻轻摸了摸一朵 在月光下自由舒展着枝叶的花 什么感觉 暖暖的 这是什么 卫英轻轻碰了碰花瓣 好奇地凑近闻了闻 淡淡的香味 它一定很漂亮 蓝望鸡看着那朵艳红色的灵霄花 的确很漂亮 这是月瓣灵霄 只在月夜绽放 他需要依靠着其他植物往上攀登 盛开时 绚烂多姿 适应能力非常强 在哪儿都能过得很好 啊 卫英不觉收了手 这不就是攀附别人而活吗 夫人可是觉得他不好 蓝望鸡蛋笑 是因为他无法依靠自己独立吗 卫英心里有些赌又有些慌 我不知道 但知道他需要依靠别人才能绽放美丽时 他心里的确有些闷 或许是为他的命运惋惜 或者是可怜自己 寂静中突然响起一个清脆声 卫英立即反应过来 急道 你为何要折断他 夫人不喜他 倒不如直接折了 省得爱饮 蓝望鸡轻飘飘一句 卫英不知为何又气又难受 谁说我不喜欢他 我又看不见 如何会爱我饮 怕是你自己觉得他不能独立生存 心里瞧不起他 却又拿我做借口 既然如此嫌弃 当初又何必非要取恩 蓝望鸡霸道 撬开卫英的唇 索取他甜美的金叶 吞去他所有的怨气 半晌后 看着软在自己怀里的人 卫英 我从未后悔见到你 第一次见到你我便知道 我要得到你 你是我的 你 你胡说什么 我不是已经嫁给你了吗 卫英脸红 甜蜜的kiss 霸道的告白 全让他心慌意乱 蓝望鸡把那只月瓣灵霄放进卫英手里 世上所有美丽的花卉 又何尝离得开阳光和雨露 那他们是不是也属于依附者呢 月瓣灵霄能开花 不是只依靠别人 是因为他会扎根土地 努力汲取成长的营养 即便没有高大的枝木让他攀登 他照样会在月光下尽情开放 也许比不上站在枝头的漂亮 却仍旧潇洒 卫英 虽然你现在看不见 但我想告诉你 月瓣灵霄很美 蓝湛 卫英好像明白了他的意思 又好像没太明白 叫我望鸡 蓝望鸡又温柔稳住他 轻轻道 望鸡卫英抓紧了那只月下灵霄 主动搂住蓝望鸡的脖子 沉迷于此情此刻 我带索你 可以吗 躺在软软的草地上 蓝望鸡深深望着月色下美得 不似真人的卫英 卫英娇羞地咬唇 卷翘的睫毛轻轻颤动 默默伸手回抱住他 就勇敢一次 不愿只止步于相敬如宾 渴望完全拥有这个会安慰自己 保护自己的前缘 得到回应 蓝望鸡再也不客气 乱花见玉迷人眼 蓝望鸡做了许多准备 却从未设想过这一种 他以为卫英已被那个人标记了 卫英攀着蓝望鸡的肩膀 像极了月下的灵霄花 紧紧攀附着他的大树 碰一碰就能缩成一团 蓝望鸡闻着他那诱人的昆香 声音嘶哑 夫人 你动情了 荤素搭配 卷云轻挑 信香缠幼 情入浓时 卫英迷迷糊糊将泪昏过去时 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蓝湛的信香 怎么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百丰山为猎会结束后 蓝氏一行人回了姑苏云身 蓝望鸡亲自把昏睡的卫英送回静世 就被蓝宗主传了过去 阴气蓝望鸡冲动 不顾大局 在百丰山与金氏发生嫌隙 蓝宗主伐蓝望鸡 去冷泉下的寒潭洞贵十日 寒潭洞灵气充沛 是云身修炼禁地 非蓝氏嫡系不可入 在里边修炼一日可达近十倍之效 因他温度极低 灵气含双寒之力 无修为或修为低下之人 不过己顺便会凝结成兵 便偶尔作为犯错子弟的惩戒之处 修为高身如蓝望鸡 也需时刻运转灵力抵抗寒气入侵 故此东方有磨炼意志 修身炼骨之能 蓝望鸡走后 蓝宗主问蓝西沉 按你此趟观察 望鸡是否可信 即便经过多番调查 蓝望鸡都与蓝湛的失踪毫无关系 但太巧合的事情 他从不轻信 目前来看 除了做事冲动些 还算正常 蓝西沉给蓝宗主递了一杯热茶 不过父亲既有怀疑 为何允许他掌控静视 若非蓝宗主暗中默许 刚回到云深不知处的蓝望鸡 不会轻易地拿下静视 望鸡如果按兵不动 我们如何能看清他的虚实 一个静视罢了 蓝室这点度量还是要有的 蓝宗主不以为意 蓝望鸡若是毫无动作 他才更怀疑对方会乖乖回到蓝室的目的 又想到蓝湛 他不是很高兴地放下茶杯 兄弟俩都不是省油的灯 儿子有本事是好事 但本事太大 就会脑后生反骨 令长辈头痛 但孩儿发现 旺鸡对那魏英 怕是起了心思 蓝西辰有些为难 他毕竟是阿湛的妻子 若是他回来发现此事 不免影响兄弟感情 蓝宗主面色不变 无妨 魏英本就不是让蓝室满意的少主夫人 他的少夫人之位 总要寻理由废去 如今旺鸡既感兴趣 便由他去 只别太过省得传出去 乌了蓝室声誉 待日后有了阿湛的消息 提前处理好即可 蓝西辰微微一笑 是 西辰会多加留意 提醒旺鸡漠失了体统 十日后 蓝旺鸡浑身寒霜出了寒潭 一回到静市 便发现房里点了凤髓香 他脚步一顿 问蓝丝锥 今日换了新香 是 少夫人特地命人换的 说是您最喜欢的香 一点七八日了 蓝丝锥本意 是想让他明白魏英的用心 但蓝旺鸡脸上 却闪过一丝古怪 他正想仔细再看 对方已是沉稳的表情 对方已是沉稳的表情 是沉稳的表情